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文娟 我们非凡大探索节目播出了六年多以来 介绍过上千家店 不过总有一株之旱 因为有些店家的他们的生意呢 实在太好了 非常低调 甚至谢绝媒体采访 但是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要排除万难 为您介绍这些超神秘的低调名店 我们首先带你看全台北市最低调 但是人气最旺的寿司店就在内湖 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 什么叫做无敌盖范 喂你好 喂小姐你好 我这边是那个非凡大探索 请问一下采访的话要找哪一位呢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接受采访 哎呦又不给动怎么办呢 有暗器 找特务 不是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佩琪 接受非凡大探索之托 说有一家很难搞的餐厅 听说不能去采访 有这回事吗 我就要去了解 它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走我们去看 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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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大太阳下顶着35度高温 排着强到夸张的队伍 大家都是为了物超所值的海鲜而来 这里就是不管怎么拜托 都不肯接受采访的日式料理名店啦 海鲜盖饭 海鲜盖饭 我们要吃海鲜盖饭 排队的心情 当你一步一步往前的心情 会越来越激动 当你吃到那个饭的时候 你就会感动如雷 听说他们真正的生育片盖饭很好吃 所以一直想来 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过来 我们大概已经排了快要半个小时 经过辛苦等待 终于会别高温来到店内 满座的人潮 气氛超嗨 客人不断拍照 这里简直就像是个观光圣地 但其实大家镜头下的主角 都是它无敌盖饭 一份630元 其实并不便宜 但却是人气满点 悄悄满出来的海鲜 多到根本看不到底下的白饭 上头铺满了多达十种的好料 鲑鱼 鲑鱼 还有其余生鱼片 满满六片 加上滑溜的透抽与干贝 还有这个来自加拿大 比晚宫还要大的牡丹虾 真的是超级强眼 再秤上有鸡蛋的滑润 让口感更加滑顺 完全说不出话来 有一种大口喝酒 大口吃鱼肉的感觉 蒸骨丹虾的味道 好Q 好软 而且呢 真的是 入口就化掉了 根本不用怎么咬 就完全都融入在你的味蕾里面 非常非常的美味 而且鲑鱼虾 非常的鲜甜 而且呢 它呢 透过这个有鸡蛋跟这个芥末比之后 它就能够引出它的那个鲜甜的口感 当然除了牡丹虾之外 干贝也不是盖的 经过特殊处理 这里的干贝居然没有难咬的软筋入口即化 再加上来自加拿大的生蚝 重到连筷子都快夹不起来 以海鲜批发起家的日式料理店 对于食材新鲜度的讲求超级严格 店内还有两个超大的透明冰箱 放置所有的食材 经过打拼后 老板才低调扣漏 店内所有的生鱼片 都是使用台湾当地所补过的新鲜鱼种 当天杀当天卖 加上使用量大 所以新鲜度绝对没有问题 它的鱼吃起来其实都蛮嫩的 就是因为生鱼片这种东西 你只要新不新鲜 其实一吃很明显就吃得出来 然后它的牡丹虾也都很新鲜 就是它里面没有一些肠子 而且它的头也都 虾脑那些也都很新鲜 除了无敌盖饭 海胆盖饭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多打五片的美国海胆 黄澄澄的海味 上头还赏满了鲑鱼卵 就像是满天的新鲜 拌上新鲜有机生蛋黄 更增添滑润 整个酒吧突然间 整个船头都销毁了 完全融化掉 而且这个三鲜酱 跟着这个鲑鱼卵 跟着这个海鲜味 还有这个季节的污泥的味道 整个像海底的牛奶的滋味 在嘴巴里完全动胎 真是美味 另外根据网友线报 这里的松板肉也很有看头哦 宝友店内的特色就是分量多到不像话 烤到外皮酥脆 但猪肉的部分还是一样爽口带点嚼劲 加上蒜片提味 沾上胡椒盐 简单就是美味 松板肉的味道就是 它不管你经过多长时间的烧烤 都不会觉得它会老掉 就是松板肉的特色 但我吃到它的松板肉 我觉得它松板肉就是 它有这个黑白芝麻去丰陪过 所以它那个香气 把松板肉的那个风味锁住 所以你知道这个松板肉 你会觉得松板肉特别的香 而且呢 它的那个汁液就特别会回肩 要好实在的排队名店 建议您想要避开人潮 最好不要用餐食断来 开口黄道吉日 上午11点或是下午4点来 保证让您勤勤松松 就能够尝到最鲜的美味